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谴责 许多国籍航空设计空服员制服 阶位已适合机上工作 和保护空服员作为首要考量 女性空服员被强制穿着裙装 航空公司误化女性作为卖点 如今民众党选举造势的空姐应援团 加深大众对女性空服员刻板印象 根本是对女性空服员的集体性骚扰 一种可能就是民众党故意冲康 柯文哲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党 全党上下真的都太雷了 这真的表示民众党整个党 真的是毫无性别意识 一个官员在办公室搞婚外情 劈腿和性骚吃案连环抱的政党 标骂另一党念女仇女 这就是我在这场选举 最想看到的魔幻舞台 当时舞团声明回应 他们只是一群热爱跳舞的女生团体 没有任何物化女性的想法 希望有些人士不要把他们政治标签化 真是一群傻孩子 在台湾只要有票就有政治 当初借邀约的时候就要有觉悟了 民众党则看准位子再度自圆切割 表示尊重舞团专业 及女性舞者自主意识 涉及到这个飞机一些的情节 所以呢这个舞团就做了这样子的设计 没有任何歧视或者是甚至是物化的意思 涉及到政治 涉及到选举 我们发现到柯文哲洞见观瞻 而且是洞哲得救 我相信我个人跟柯市长 绝对不会有任何一点 想要物化我们空普同仁的一个心意 那其实在过去 我们的空普同仁在为了他们争取权益 在进行罢工走上街头 所以我也亲自到场支援他们 物化女性太可恶 反观我们最民主进步的政党 2013年时任制裁局长 现任经济部长王美花 在尾压静歌热舞 2015年高雄市观光局 精心筹划的空姐版喵喵舞 在2021年公投说明会上 辣妹舞团大展台湾价值 都完全没有毛病 时空背景不同 没有双标问题 我看这年头选举 没跟黄杰领同一款党政 搞不好想用辣台妹来标语 都有可能被控物化女性 吓出鼻涕来 成都市大运 老俄特搜第1132集报道 第31届世界大学运动会 7月28在中国四川成都登场 为期两个礼拜的精彩赛事 在昨晚圆满落幕 本届台湾建而共取得 时机17云19同的佳鸡 在奖牌榜上位居世界第八 超越2019年拿破里市大运的成绩 缔造境外参赛的最佳纪录 那我们这次可以拿到10金 表示我们的选手 真的是很降世佣命 在做动作的当下 就是享受每一个时刻 去把动作一个一个做好 看到分数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值得了 我在这场市大运 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曾在东京奥运拿下铜牌 台湾跆拳道女将罗嘉玲 在本届世大运名列头号种子 从16强一路破关斩将 连克泰国 伊朗和中国好手 最终却在金牌战以0比2 落败给南韩选手金允甄夺赢 直径就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嘛 没有办法完成大家希望的目标 然后自己设定的目标 当然一定会难过 就是希望下次可以表现更好 本届世大运的最大惊奇 出身运动世家的田径好手彭明洋 在男子400公尺跨篮决赛中 跑出48秒62的超速成绩 打破高拳22年的全国纪录 成功收下台湾田径队史上 首面时大运400公尺跨篮金牌 更取得巴黎奥运的入场票 我今天起跑一出去的时候 我就根本就没有在爬了 我就是想说我就是跟他们拼了 我今天就是奔着拿冠军 或是拿牌子的这样来上场 我觉得我今天做到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很棒 台湾网球代表队 堪称是本次最大赢家 分别在混双男女双 与男女子团体赛中拿下五面金牌 是本届最多金的项目 其中在男子双打中 由许玉修与王从豪联手出奇 在决赛中急退捷克搭档 终结台湾网球男双史上 暂时大运继十年来的金牌荒 我们调试的也都蛮快的 刚到这里的时候 练习赛都打得还不错 然后前两场也有慢慢在比赛中 找出我们第一个打法 除了以上提到的台湾之光 中华队在射箭 游泳 羽球 核武术等项目 也都成绩斐然 还有许多选手仍在默默耕耘 值得大家给予支持与肯定 祝福所有选手生涯健康长久 继续挑战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 巴本海默 今年暑假强挡之争 许多现代人的童年回忆 巴比终于要上大荧幕 与诺兰操刀的传记师电影 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同步上映 风格调性完全不同的两部剧作 强强相碰蹦出新滋味 巴本海默带动观影狂潮 不仅剧组演员互相吹捧 网路也出现各种电影迷因梗图 包括把巴比发型披成殉壮云 奥本海默在原爆场景行起巴比 或者巴比跟肯尼开心搭车 还有巴比看着粉红色的殉壮云 巴比官方也在部分梗图按赞留言 美国人开心玩梗 但是看在日本人眼里根本一点都不好笑 8月6日是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78周年 经历过原子弹带来的伤痛 巴比还没在日本上映 就先遭到日本网民沿上抵制 喊出不要巴本海默 还有人直接用巴比风格 合成911事件当等服回击 哇啊 亡くなった方々もたくさんいる中で 面白さというか そういうのは一切いらないところだと思うので それは謝って謝罪し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50%はなんか馬鹿げてるよねって思いますけど あとの50%はそれがきっかけとして もう一度考えるきっかけになれば まあそれでもいいかも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かね 7月31日巴比片商华那兄弟 日本官方帳号声明道歉 强调巴本海默并非官方发起 日方要求美方应该适当处理 美国华那兄弟总部则紧急删除流言 并对不当行为道歉 至于道歉的成效如何 仍待8月11日 巴比在日本上映件真章 奥本海默则意义题敏感 尚未敲定日本党旗 Yeah, we kind of like the idea of walking into 奥本海默 with full paint So it's the Barbenheimer experience We've got the 10 o'clock-ish screening for Barbie and then we're out of the cinema We're gonna go take a quick break and then we're gonna go right to the front row We're gonna watch Oppenheimer You know, right up there Right as the atomic bombs explode in front of our eyes It's gonna be amazing 奥本海默全球票房表现亮眼 截至上映第三周 巴比突破10亿美元 写下女性单独指导的票房记录 奥本海默则在全球突破5.5亿美元 是诺兰生涯票房第五高的电影 也是影史票房最高的二战电影 你各位都看过了吗 快到下方留言分享无雷心得吧 They're counting all over each other 百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